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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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这个画册作为静武 墙是平的 画是平的 里头的书又是平的 这个时候进来了人 我看到地上的绳子 看到毯子下面盖的是窟窟 然后看到维拉斯克斯那个厅 那个法国椅子上坐的是一位 模拟的一个西方的黑衣女士 人的形和这个方的画的形 同时是平面的和三维的 很自然地一直在一个对应当中 或者是在一个冲突当中 动静是相远的 绘画对我来说看似静致 它是流动的 没有完全静的艺术 也没有完全动的艺术 正好就是二十世纪以后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西方向全世界散布了一个 非常开放的一个思路 各种艺术可以试着 在同一个场合出现 甚至让它变得越来越暧昧 你模糊了原先对这一种艺术的一个定义 我特别喜欢它的暧昧性 而不是寻找它的定义 因为我们其实很难回答 今天究竟什么是艺术 因为art通常是在古代 是只雕塑和绘画 但今天art的含义远远扩大 它可以是摄影 可以是digital 可以是录像 可以是身体 可以是各种你想到的媒材 那一种是到外面 而且很明显的 艺术暗计